等于是他盖了这个房子之后 就等于是他的 一分多地的都是他的范围 方向社区发展协会李市长指出的位置 就是抗议布条后面原本的空地 对部落而言 这是大家皆知的原保地 如今成租人要在地上新建房屋 认为这将损举部落权益 质疑法令上是否有相违背 这几个月当中突然新建建筑物 那我们部落就开始在余律收 那这个建筑物盖了之后 那是不是以后就是这个公有地 是变成私有地 我们并不想说造成一个对立 我们只想要中央这里 把我们所谓原保地跟原基法的精神 要给它活用出来 地主表示 从一开始承租到新建房屋 一切都合乎法令 然而部落有出现反弹声浪 他们也自动停工一个月 因此新乡公所为了解决争 近期将邀集从中央到地方官员 一起和部落族人沿上 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公所一定会站在乡民的立场 部落的立场 来依法来行政 那目前这个所有的工作 我们也会将跟原民会 县府跟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公所一起来探讨 让乡民跟部落 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主人表示 作然原宝地承租人依法 可在建地上盖建筑物 当个案是否有急迫性 以及如何保障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还需共同讨论 原市新闻 八度格拉班 南投新的采访报道